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法国 塞尔维亚 匈牙利三国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人士热切期待习主席到访 认为此访将推动中欧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为全球发展提供更多推动力 法国各界人士表示 今年适逢法中建交60周年 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期待访问推动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习主席此次访问对于法中两国及全世界来说都特别重要 在两国建交60周年之际 这次访问具有标志性意义 两国可以加强沟通 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 法中两国在交通 新能源 工业等领域有着重要合作 在环保 数字技术等方面的合作也在不断发展 加强法中两国关系对法国乃至世界来说意义重大 习主席此次访问将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为法中两国下一个60年注入新动力 我经常去中国 中国给我的感觉是到处都充满活力 国家充满了力量 我很喜欢中国 今年是法中建交60周年 习主席此时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对于进一步密切两国关系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此访对于法国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意义重大 塞尔维亚人士表示习主席此次访问 将书写两国有益的新篇章 塞尔维亚致力于与中国发展铁杆友谊和伙伴关系 习主席把塞尔维亚看作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 我们非常赞赏习近平主席的远见着实和领导能力 这是习主席八年来第二次访问塞尔维亚 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 我们未来的合作将基于研发 创新 人工智能 生物技术等领域 此访将为我们未来的合作指明道路 中国国家主席与塞尔维亚总统每一次见面都富有成效 习主席再度来访意义重大 期待两国达成新的合作协议 匈牙利人士表示 在胸中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 相信习近平主席的访问 必将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为两国发展带来更多给予 习近平主席对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是我们的荣幸 今年是胸中建交75周年 匈牙利一直高度重视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 我们期待习主席此房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 我们非常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在习主席的支持下 胸中合作高效推进 实现发展新格局 匈牙利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 我们非常重视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是匈牙利十分重要的合作伙伴 习近平主席此访 对匈牙利来说意义重大 将推动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深入合作 为两国关系发展增添动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